大家好,今天是1月15日,星期五,这些天看了一位年轻但已有十多年房地产投资经验的投资者聊天,所以博生他大写毕业工作后就开始在北京投资房地产,正赶上国内房地产全面起飞的年代,特别在一线城市,几年前当他来美国之前,在国内已经占广飞房,他一到美国就在他的所在地美西地区买了一栋树木不菲的支柱房。 到现在其房价也翻了一番,年纪轻轻就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财富。 目前正在制定下一个十年计划,准备在美国各地定期购买房地产投资,准备复制他当年在国内的投资成果。 说到这里,大家可能以为他是那种比较喜欢冒险的人,其实从谈话中,我觉得他对投资的风险还是考虑的很周全的。 是一位很周全的投资者。 说实在,跟他谈完之后,我还是感触波深的。 回过这几十年来的房地产经历,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。 这一期我就和大家聊聊我这些年来在房地产投资上的惨痛教训。 这些事物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。 打比方说,本来可以赚到一千块,因为这些事物只能赚到一百块。 不过,还得感谢自己当时有所行动,如果没有,那连一百块都赚不到了。 首先先谈谈我当时为何有所行动,是什么动机让我投资房地产,接着再谈谈我随后所犯的错误。 让我在房地产,这个行业止步不前,不能做大,走得更严。 这些经验教训也许能给房地产投资,刚注门的那些小白们提供一些借鉴吧。 虽然我有金融方面的NBA协位,但来美工作多年也没有做什么投资,除了公司的SNEELK,IA之外。 有了多余的钱就跟大多数人一样,就想赶紧把贷款还清。 在2007年,也就是在赤袋危机之前,因为考虑到孩子几年后就要上大学,赶紧玩529计划,放了一笔钱在股票里。 没想到随后发生的赤袋危机,我刚刚换到529给孩子过几年上大学的钱,瞬间腰涨,SNEELK也变成了201K。 当时的经济压力好大啊,当时就是想怎么能把股票里的亏的钱赚回来,当时根本没有钱抄底,更不可能用这只黄重新贷款拿出来墙买股票。 所以当时的经济压力很大,心底很着急,但不知道如何下手,一直等到2010年。 当时美国那些重灾区已经越低越快,俄国所在的地方,房地产借只有下调了5%到10%,权衡之下,决定做衍生投资。 所以可以说当时迈开房地产投资的第一步是因为经济压力,因为529的钱被腰涨了,所以希望买投资房出租,有现金流,能支付孩子,三大学时的部分协费。 所以当时挑选出租房就是现金为主,房产增值为次,有房产增值是锦上添花。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念头进场了,因为当时的投资房刚好吵在当地市场的最底部,所以现金流非常好,很快就有成效啊。 其实帮我解决了孩子,大部分的三大学的学会的压力,接着我就想,股东扶资我这个房地产投资的模式,把它做大。 当时确实也很顺利,如同我88期空手套百囊那个视频所讲的,但时间不用10年,也就短短几年。 当时房地产贷款尴尬,我用到了极大货,最高峰时,我的贷款超过了七位数,当时整天跟银行打交道,贷款的各种花样我基本上都玩过。 但是其中最喜欢的还是Helok,它的灵活性和费用低,当我和其他买主竞争时,优先潜到了房子。 按照那个趋势周大的可能性是有的,因为很多地方的房价还非常低迷,还有空间增长。 可是因为当时的心态,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缺陷,变得越来越谨慎了,越来越放不开了。 好听的时候就是物语绸缪,这种心态转变早在2012年就有所表现了。 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,凤凰城当时有了一个我等的一年多的收线的房子,也是亏卖,本来要价九万九,这个四个房间,两个单卫生间,2462sqft的房子。 银行决定接受我的offer,本来这是很好的事,对吧? 但是几个月后,我收到这封信,是从我的经纪人传给我的,说这个房子,他们最近做的,就是BPO和Appraisal,他们的估价就说这个房子差不多要估价11万左右。 问我要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价格。 同时,他还告诉我,这个房子的两个空调都坏了,放心的话,可能要5000美金左右,差不多就等于涨了1万5,也就是等于平白无故的,要我多加1.5万,也就是原来的价格加了15%。 直接告诉我,当地的市场确实回升了,但当时却莫名其妙担心会不会用的杠杆太大了,不愿意多付这1.5万美金。 反正,记得当时自己做出了各种理由,就不想给这个房子再加1.5万美金。 虽然当时清楚地告诉自己,以后会后悔的,因为这个房子确实不错,当到最后一刻还是选择放弃了。 从这个图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样子。 这个房子是2006年建的,当时是将近27万5卖掉。 但是5年后,这个房子就是出价9万9,出售。 12年23月份银行问我,答应不答应加价,刚才所讲的,我就最后一刻放弃了,就不愿意加价。 这个房子很快就被银行放到市场上,不出意料地就很快地被另外一个买家以11万1000卖掉了。 现在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是32万5。 现在想一想,当时为了区域的1万5,就让我损失了21万5的房产增值。 这张表格显示当年为了1万5,这些年来损失了多少钱。 这个房子的增值,这10年的增值差不多是21万5千。 然后这个房子是,然后这个房子的,然后这个房子的,然后这个房子我的,如果拿出来买完后拿出来出租的话, 我一年的近的房子收入是接近1万,半年半的话接近9万。 我这些年来没有买这房子,白白损失了21万5的房产增值,还有接近9万的出租收入。 最后这个总的损失是30万。 当年在最后的关键的时候,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,换弃了这个房子,让我白白损失了,接近30万。 第一个例子就更可惜了,如果前面的例子,我换弃了,还有借口,因为那是眼尘的,不敢把自己的摊子弄得太大。 但是第二个例子却是在我的所在地,也是我辽族之掌的地方。 这是好学区,是一个被银行没收的房子,也叫REO。 银行没收的房子之后,放了新地毯,弄上了新油漆,随张厨房,卫生间,都是original, 就是没有什么upgrade,都是原来的,没有新装修,但是做出租房是没有问题的, 价格比当时的市场价格低了10%,比高位时低了20%左右。 当时是2013年,安地的市场是列有下调,正在横盘震荡,因为当时方向搞不清,总结的下调不够多, 现金流虽然比凤凰钱的差,但cash on cash的return on investment达到了7%是没问题的, 而在同一个学期同种户型的这个数值一般在5%左右。 但是在最后一刻,我又轻易的,毫无道理的,莫名其妙的,让另一个能生惊当的母鸡也放飞了。 第三个例子是我2016年底准备在Orlando抄底,当年的投资者可能知道Orlando是房地产跌得很强的重灾期之一, 房地产回升的时间也比较晚,差不多在2013年和2014年之间,到了2016年也就回升了30%左右, 当时最近4年却又涨了60%到70%之间,我当时入场虽然没有超到安地市场的最低点, 但2016到2020年这波大涨也非常不错,我当时也研究了很多,也下了不少单, 但因为没有得到自己的理想价位就换气了。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当年我换气的一个反者, 这是一个离比斯尼乐园20分钟车程的非常漂亮的公寓小区, 有湖和游泳池,从这些照片大家能看出这是一个退休生活非常好的地方, 我看中的这个是这个小区里非常西区的房型, 不但有Loft,也就是阁楼,还有一个车库,从这张照片看, 这楼梯上去是个Loft,在2017年这个房子呢, 说来卖13万,经过了跟卖主举方谈判之后, 卖主答应12万卖给我,虽然比卖主当年买进的价钱8万2千5, 高了近50%,我当时也比较满意, 唯一担心的是他的HOE费,差不多是450美金一个月,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风险,可能我当时要这个房子的决心不够大, 就把这个风险无限的放大,居然在最后一刻放弃了, 现在看到这个房子这三年涨了60%, 现在估计差不多是20万左右, 还有这个净房租的收入,这三年差不多2万美金, 因为放弃了这个房子,白白又少赚了差不多10万美金, 从这三个例子,大家应该明白, 因为我在投资心态的问题,白白丧失了把这个行业做大的机会, 这可能跟我的目标开始不大, 就是想之后孩子上大学的一部分协会, 虽然不久后想复制我这个房地产投资模式, 想做大,但是一直不坚强,不爱冒险, 有关系,这么说吧, 这十年的前几年, 我有多亿的资金就想投资房地产, 但在最近的几年, 我有多亿的资金就想把贷款还清, 虽然贷款的利率不到3%, 我自己都不明白,我为何这么做, 虽然我的金融背景,投资经验告诉我, 这么做是不明智的, 我也找不出我这么做的原因, 也许冥冥之中, 别查到这波牛市持续太久了, 有可能要回调, 所以要多存一些子弹, 准备下一次再抄底, 但也说不通啊, 除以下一次的底房地产能跌到, 比我上面所讲的例子, 有房价,还低, 投资者做的决策是太难了, 唯一好的做法就是定期投资, 选好有正的, 天经流的房产, 好,上面讲的这些, 一直想和大家分享, 我这些年来, 在房地产投资上的一些后知后觉的感悟, 我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益, 或者当成故事听听, 我想用这句话和大家一起共勉, 如果你正想买一个房子, 在你的能力之下, 你会排除所有的困难得到它, 但如果节省不够大, 犹豫不决, 那你会找借口, 唤弃它, 好,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一类的, 房地产投资的视频, 请给我的频道, 以支持和鼓励, 留言, 点赞,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,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聆听, 下视频再会, 拜拜,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,